楼市又熄火了吗?恐怕是这两天很多朋友心里的疑问。 这几天各大城市四月的成交数据陆续出来了。 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四月楼市有点转梁,但没想到梁得这么彻底。 先从二、三月领长的城市说起。 二、三月领长的城市主要是北京、通州、燕郊、成都。 以北京为例,北京二、三、四月城市数据分别是15315套、22192套、13928套。 对比三月,北京环比下降了8200套,下降幅度将近40%。 所以,北京过去三个月的成交数据就像一个大大的到V形状。 而这个形状也基本上是过去三个月整个中国楼市的基本面。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对比22年、21年、20年、19年。 18年北京三月成交数据其实也不算差的。 但是此一时彼时,2018、2019年是上一轮行情尾声调控全面加码的阶段。 2020年、2021、2022年基本都是半风的状态。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调控全面放松,经济全面刺激,货币还在持续大放水。 在这这种背景下,作为本轮楼市回暖的北方领头阳城市, 四月二手成交数据几乎腰斩,说明什么呢? 说明复苏是一波三折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时还说明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楼市对大放水的信仰被打破了。 这是很多人坚持看多今年楼市,看涨今年房价的基础。 我们回顾历史,中国房价和N2是同频的,或者前后脚。 也就是说,只要每次放水推高N2,房价就一定会被迅速推高。 比如,历史上有名的08年因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 我们09年释放了4WE, 还有2014年因为欧洲引发的金融危机, 我们2015年来了一次大放水, 棚改货币释放了天量的货币, 以及19年因为疫情刺激的那一波。 在这些年份的背后都是一轮房价上涨的大行情, 09年、16年、20年。 可是现在呢? 自2022年4月我们的N2就已经再次突破10%, 并且一路走高,现在已经接近13%。 可以说,大水放整个一年了。 按道理说,今年房价该有点反应了啊。 去年还有人说水放出了传导到楼市需要时间, 可已经12个月,再说还没传导到楼市。 真有点说不通了。 但为什么楼市行情只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蓄积已久的反弹, 马上就后劲不足? 所以4月的数据基本打破了中国楼市以及房价对M2的信仰。 那就是只要大水漫贯, 只要M2一路上扬, 房价一定会涨的这个信仰, 现在已经开始被质疑了。 当然也会有人说, 今年的大招还没放呢。 只要M2上扬趋势不变, 在大水漫贯之下, 楼市一定会涨, 只是还在需要一点时间。 毕竟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共识, 那就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不能重新兴旺起来, 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 直接击溃地方财政维持平衡的底线, 这种后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 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热度。 在这一点上, 地方政府没得选择。 毕竟, 现在政府财政负担很重, 城投债市场风险很高, 生育率也需要提振, 如果这个时候房地产不起来拉动一下, 反而走向反面那就极有可能成为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 谁知道呢? 共识就一定能成真吗? 路径依赖就一定走得通吗? 我相信, 4月的数据出来之后, 这也一定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了。 在开二线城市中成交回暖比较明显的城市。 这类城市的主要有天津、武汉、合肥、杭州等。 以天津为例, 天津二、三、四月成交数据分别是10108套、 6,781套、4,700套。 对比北京的到V的成交走势, 天津市先猛烈冲高, 然后成交量开始猛烈下跌。 走出了一个大人自行。 而这个形状也基本上是过去三个月广大二线楼市的基本面。 比如武汉也是如此的。 三月,武汉的新房成交量是1.46万套。 四月份武汉新房成交了7487套, 相比于三月份的下跌了49%, 这个急转弯可比天津更猛。 另外, 可能大家对武汉新房成交7487这个数字没有概念。 可以对比一下武汉新房市场鼎盛事情, 2016年月均成交量逼近3万套。 哪怕是在2017、2018这样收紧的年份, 武汉新房的月均成交量都在2万套左右。 这样一对比, 你是不是就知道武汉四月的楼市后劲有多不足了吧? 也对武汉目前房地产市场冷暖有比较直观的认识了吧? 再比如合肥。 四月合肥二手房成交4000套左右, 三月二手房成交是6000套左右, 二月是8500套。 从二、三、四月份的二手房成交数据看, 合肥二手房成交量也是一路往下跌。 迈进五月, 合肥二手房日均成交已经跌破50套了, 五月份二手成交数据会在4000的基础上再跌多少呢? 这对于一个接近1000万人口的二手黑马城市, 这个二手房成交数据只能说这个城市二手房价还有下跌空间。 还有杭州。 杭州四月份二手房成交7264套。 对比三月10213套的成交量也是直接跌掉三分之一的成交量, 而且这个趋势和武汉一样还在快速的奔跑中。 所以五月的成交数据极有可能跌破5000套。 和武汉不同的是, 武汉四月政策方面没什么大动, 但杭州先后发布了两个旧市政策。 先是放松了前唐区的限购, 杭州外围区基本都不在限购。 接着降低了落户门槛, 将市区的落户门槛由本科降纸专科, 并全面放开了铜炉县、 纯安县、 建德市三县、 市城镇落户条件。 哪怕是这样, 依然没能挡住杭州市场的转向。 这一点合肥表现得更甚。 四月合肥先后四次楼市新政, 可最终依然是二手成交数据的腰斩。 但得益于合肥空地, 合肥新房供应一直严重不足, 再加上限价, 所以合肥市场虽没成交量, 但情绪还有, 价格还在极致拉扯。 但杭州、武汉可就不一样了。 从贝壳数据看, 杭州、武汉二手挂牌降价房源已超过86%。 这也是除个别城市、 多数热点二线城市共性缩影。 只不过杭州、武汉以及天津、 重庆、青岛等表现得更极端一些。 这些城市也再一次证明, 就是也好, 调控放松也好, 对楼市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再看一直深陷泥潭回暖不明显的城市, 主要以广州、深圳为代表。 以广州为例, 四月份, 四月份, 代表广州楼市行情风向标的珠江新城 仅迈出62套二手房。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 甚至创下零成交的记录。 从珠江新城看, 就知道广州其他板块和区域的成交情况了。 当然有广州当地的朋友讲, 广州三, 四月份有收紧经营贷政策, 应该影响比较大。 但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房价太高了。 同等级地段。 北京核心区大量15至20万家的房子, 上海黄浦江两岸改善次新大量18至25万家的房子, 还有深圳前海, 福田、西比蒂甚至还有10万左右的新房, 但是广州珠江新城很一般的都要15万起, 而高端豪宅甚至都飙到30万了。 横向的对比一下城市能级,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广州的珠江新城其实也是广州市场的缩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广州从去年上半年房价开始下跌, 一直到今年四月依然没止住的原因, 就是房价涨得太高了。 可能涨的时候购买力比较上头, 一股脑冲上去, 一旦市场冷静了, 购买力肯定撑不住, 房价自己就下来了。 所以目前整个广州11个区二手房房价是全线下跌,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和广州情况比较类似的是西安。 上海 上海的情况要相对好一点点, 但上海的政策面确实不太给力, 给了一些希望, 但又不大, 反而有点力空了。 比如多子女家庭, 购买手套房, 公积金可以多贷款20%, 这个政策着实有点面太窄, 太鸡肋了。 再看深圳, 4月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是3192套, 对比3月份成交量是下跌了19%, 表面看下跌的不多, 主要是深圳的基数太低了。 按照目前的趋势, 5月份深圳二手成交极有可能再次跌回2000套。 4月, 深圳政策端也给市场留下了很大的悬念, 那就是关于直倒架的放松。 只不过政策没有官宣, 那么对市场的作用一定会打折的。 所以市场端的反应也很分化, 比如有些房东连夜涨价。 但深圳二手中介Q房网却在此时宣布关闭所有门店, 这也是目前深圳市场的另一种生意。